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伟天子罗宾被大雄拍到劳动王国 成为奴隶囚犯期间所给他设计的求佛劳动编号 也就正好就是可能代表着他和弗兰奇生日的3926 除此之外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 伟天在肥业和产业漫号中 将罗宾和弗兰奇花在一起进行一些有趣的活动 尤其是在德岛剧情中 我们试着也看到过 弗兰奇和罗宾曾一起穿过 些有斗牛英文字样的情侣背心 这也算是伟天对两人关系最为暧昧的一次说明 那么话说回来 罗宾和弗兰奇是否真的就是一对情侣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到 漫画979话 弗兰奇主动邀请罗宾 坐上他黑猩猩战车的情节 要做我后头吗 弗兰奇问罗宾说 真的可以吗 真好 罗宾很开心的回答 然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灵魂中央布鲁克同学 非常不知好歹的坐在了弗兰奇车上 于是我们就看到弗兰奇 有些失望的 在男人有情的压力下 载着布鲁克离开 而罗宾则是因为 算是4号战车还是5号战车 自然都会造成很大的烟尘 而罗宾同意弗兰奇的邀请 却拒绝山智的邀请 和盛兰奇一起走在最后的行为 可能就已经反映出 他心中所倾心的那个伙伴 其实就是盛平老大 玩笑给玩笑 回到正题 其实通过漫画 就在79话剧情中的 这个罗宾和弗兰奇互动的情节 以及平日里 弗兰奇可以容忍 山智对罗宾的不分保护 除去打不过山智的因素之外 更可能的情况就是 虽然明显存在暧昧的可能 但罗宾和弗兰奇的关系 已经还是正常的同伴关系 毕竟海贼王的主题 可一定不敢是爱情 毕竟抛去日常的热闹而活氛围 这可是一只两年后 颜值越来越高 甚至也可以说是 越来越性感的海贼团 而相信纳米和陆飞 纳米和山智 纳米和索隆 罗宾和索隆等等 这几个草猛团的绯闻组合 也可能会是 我在罗宾和弗兰奇这个组合之下 很多海民们 也都不想看到的情侣组合 但还是那句话 海贼王的主题可不是爱情 因此即便为天 可能一直在暗示着 罗宾和弗兰奇的爱美关系 虽然在未来时代的剧情 也都有可能会发生 但就目前剧情 所发展到的合作片来说 我们基本就可以确认 罗宾和弗兰奇的关系 还不是情侣 而是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一样 是犹如家人一样的伙伴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贼王真提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